我想問一個問題 特別是現在的家長要入學 他們覺得自己的小朋友不太合群 或者不懂得跟別人玩 搶別人的東西 或者他要很大力搶 或者很多時候面試都會有一小組面試 在小朋友的成長環境裏 或者我們說三歲 怎樣發現有些情況要找專家幫忙 衝動的行為有很多原因 可能我們這樣說 三歲的小朋友的意識身邊的人的需要 能力是比較低的 永遠的出發都是在自己先行 這不是問題嗎 所有小朋友都是這樣 只不過是需要學習的過程 讓他慢慢學會跟別人相處 但是如果見到有其他比較衝動的行為 例如他一些東西 譬如跟他說了一個規矩 譬如玩這個千秋 玩這個滑梯要排隊 玩玩玩具輪流玩 說很多次他都會大發雷霆 那些東西即時得不到 他會馬上去玩玩玩具 走過看見玩具一定要買 明明家裡已經有了 那一刻他有的情緒已經控制不到 甚至乎譬如帶人問問題 跟他說話 暫亂歌病 老師的問題未問完 他已經搶著舉手 每樣東西都要他先行 那麼這些衝動的行為 我們要留意 會不會是一些專注力不足 及過度活躍症的端藝 其實我們所說 小朋友比較活躍 那麼多家長都會說 他百厭而已 但其實我們留意一件事 如果他在不同的場合之中 都控制不到自己的衝動 例如家裏 小霸王 各方面都會發脾氣 例如吃吃吃樂飯 考慮要玩一樣玩具 什麼都放下 即iran・充去玩 要他回來吃飯 早了要不講 做小查功課 做10分鐘已經擔天兯內 甚至乎 Osha 要去洗手間 去拿東西吃 甚至乎玩玩具 那麼當然 只在家裏這樣是不夠的 我都要看他的 在其它的社交場合 很多人都會說帶小朋友去教會 教會裏要聽到你 但坐了兩分鐘就已經走到身 好像矮咬 坐不定 走來走去 又或者去聽一些講座 大家都坐定定 要靜 但也不行 額登 假假鎮 弄紙球 扔 拋東西 不單止在社交 也不單止在家 在學校 離位 坐不定 聊天 玩玩具 玩完畢 甚至乎有些小朋友很健忘 帶回學校的東西永遠只有三支筆拿回來 書不見 甚至乎再嚴重一點 穿著那件校衣 都不見幾件 其實這些可能已經是一些先兆 有些小朋友可能出現一些專注力物的問題 如果是這樣 就要去評估 在評估過程中 當然要找專員人士幫忙 做完之後 是不是 你剛才所說的學習的社交能力 或者專注力 是否有藥食 相管齊下 甚至你剛才說的老刺激 都是有用還是沒有用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做不到小朋友 是的 但我們說的專注力不足 很著重一件事 就是我們發覺是腦前壓 去分泌一件事叫多巴胺的問題 所以就不是單純小朋友不專心 他頑皮 那麼簡單 你說是否可以拿著藤條 便可以解決問題呢 又或者是否可以靠一些行為治療 我們發覺行李治療可能解決了小部分的問題 但其實始終都是一個腦的分泌問題 所以一定要靠藥 當然很多家長都會擔心 這麼小的食藥 吃到什麼時候 最重要的一件事要掌握一個概念 就是吃了藥那段時間他會好 他的行為會改變 也非常之有效 但是改變了之後 我們希望持之以行 將這些行為變成他的性格的一部分 改變了他將來的人生 無論他待人暑事 他讀書或生活的習慣 都培養了好的習慣 到他長大後 藥就會脫掉了 因為習慣已經成為了他身體的一部分 真的好 其實很多家長都關心小朋友 小朋友的成長 我想是所有家長父母的頭位 但真的有人對症下藥 有時知道 有時有些問題就不要為己醫 我們發覺有問題的時候 找多些專家幫忙 問清問楚 看看我們深切投資節目 看看專家們分享什麼案例 讓我們學多些東西 然後從而對的決定 才能幫助我們的小朋友 多謝你 傅子健醫生 真是帶我們去看那個機器 好 沒問題 馬上去